小數除法基本題8 今天要講的是小數除法應用題裡面的注水問題 如果有一個水池長4公尺寬2.5公尺高1.8公尺 要把它裝滿水 那水管每分鐘可以注入0.36立方公尺的水 請問一下注滿這個水池需要幾分鐘 那你就想像這個池子它原本是空的 那我們這樣用水管每分鐘注進去 那你也可以想像是用比如說一個水桶 把它每分鐘倒一次這樣這麼多的水 0.36立方公尺的水 那這樣子倒到到我們需要倒幾次 倒幾分鐘才可以把它倒嘛 所以我們第一個要先知道 這個池子它到底它的長寬高造成這整個容積到底有多大 它可以裝滿多少的水 所以他說它長4公尺寬2.5公尺高1.8公尺 2.5乘以4 立方公尺 立方公尺的表示方法是用三次方 接下来我们知道这总共的容量是 18立方公尺 那有这么多的容量 我们每分钟注入 0.36立方公尺 那我们就用18除以0.36 就知道 需要几分钟才可以注 18除以0.36 我们用直式的来计算 18除以0.36 除数有两位 所以里面跟着加两位 18没有办法处以36 所以用180除以36 5 65 30 3515加3 18 0 拿下来结束 上面补0 所以等于50 这样我们就知道 注满这个立方体 这个尺子 需要50分钟 就是每分钟注入0.36 50分钟乘以0.36 就会等于18立方公尺 所以刚刚讲的那个算法 就是它的验算方式 这一题的答案就是50分钟 今天的每日一题 进入比较生活化的题目 A牌洗法金 1.2公升 卖450元 B牌洗法金 1.6公升 卖500元 那请问哪一牌的洗法金 比较便宜 每公升会便宜多少元 那请同学回去自行作答 那我们在小数除法基本题9 里面就会详细的讲解 谢谢大家